大家好,很多人都说夏季就长寿花特别的不好养 一不小心就给养死了 其实是因为我们没有了解这个长寿花的生长行性 不懂它在夏季呢,应该如何正确的养护 其实夏季啊,养长寿花的非常的简单 我们只要了解这三帕 那么长寿花呢,在夏季就能够长得非常的好 而且呢,入秋之后还能够顺利的生长和开花 那么我们夏季长寿花到底有哪三帕呢 首先第一帕呢,就是怕强光直射了 因为长寿花我们都知道 它在夏季的话会进入休眠状态 再加上夏季的温度光照得非常的强 如果我们给它强光直射 会导致叶片被晒伤 甚至把长寿花晒枯死 所以呢,不能够强光暴晒 我们呢,最好就是放在这个有闪色光的地方养护就可以了 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怕频繁的浇水 我们都知道长寿花一般浇水的话 我们都不能够太过频繁 特别是在夏季 夏季如果频繁浇水 盆土长期处于湿润状态 就特别容易黑服 特别容易烂根 所以大家夏季讲长寿花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不能够频繁浇水 夏季给长寿花浇水了 我们干透浇透就可以了 如果担心会黑服会感染病菌 可以在水里面呢 给它放上一点小粉药就可以了 那么最后一点就是怕吃浓肥 其实夏季啊,温度比较高 它进入这个半休眠状态的话 就需要施肥 就算施肥的话也一定要施薄肥 如果施浓肥的话呢 很容易产生肥害烧苗 施肥的时候呢 一定要在温度比较合适的情况下 施肥 就温度呢 一定要在30度以下 我们才能够给它适当的施一点 缓施肥就可以了 不要施浓肥 所以呢 这就是我们在夏季养长寿花 长寿花它的这个三帕 那么我们及时的避开 长寿花就能够顺利的跃下了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节见